怎么是宝费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在讲这个最基本的、最苦错的东西以后 我现在讲下个第二大问题 为什么说民族主义是以法说的问题 我想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爱情是婚的基础 大家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情分 感情是家庭的基础 没有感情,这个家庭要存在 那民族的基础是什么呢 感情嘛 如果你的这个民族的感情 你希望传承到,就发展到,希望得好 如果你的这个民族没感情 你就要把它分成极大大块 希望它分裂 希望西方也走出去,内部也要走出去 平常也要走出去,台湾也要走出去 希望中国 我们的中华民族四端的努力 你就是没感情 是不是呀 所以 和家庭、婚、爱情一样 只要你对自己的民族没有感情 你就没有人怎么应 只要你有这份感情 有这份威蜀感和敬爱的感情 你就有民族主义 这是那很简单的道理 那么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西方的学家 向我说的一句话 他说 民族感情 一个人对自己民族的感情 是民族主义的发动力 研究非洲民族问题的一个专家叫帕克曼 他说的一句话 民族主义是在感情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事情 尼巴尼的一个民族主义学家叫夏拉拉 他说的一句话 民族主义就是感情加义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民族主义学家叫赫德 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 让我们拥抱自己就是拥抱自己的民族 让我们拥抱自己民族的历史 自己民族的政治 自己民族的文化 自己民族的语言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民族 讲得多好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大家看一场球赛 你看 一场过去的球赛 我们中国人在来要求 我们打着青天白 满地图国际的中华民国的观众在那里来 希望台湾内部 我们安徽内部在那里来 希望安徽内部 在国际上 休亚率 希望休亚率 苏联 希望苏联 中国人 希望中国人民 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 对民族有感情的民族主义吗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反过来我刚才讲过了 我们海外有些滑翔 还有一个社会中大次来的 我这里也要讲 今天一些 就是 我的 他们的海外时间太长 出来二三十年了 民族感情都简单 世界公民思想太多 他们对中国已经无论什么关系 偶尔也不会关系 所以讲到中国要分裂他们动不动 说西藏要独立出去 他没感觉 说台湾 有人要搞台独 台独就台独 反正东原本不好 那共产党不好是不好 你看共产党独立 你不然给你这么活动啊 所以我就觉得 民族主义之所以是 把双人家 它有一个基础 就是民族感情的基础 民族感情是民族主义的底牌 如果少了人家底牌 就无所谓民族主义了 可是我请问再说了大家 哪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有感情呢 这是人类不同于世界 万物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人是感情的动物 第二 既然是感情 那么这种不同的感情 我刚才讲的一个家庭 一个婚姻是靠爱情 一个家庭是靠感情 如果说 这个感情发生变好 举个简单的一点 大家都知道 一个非常 帅哥的小青年 爱上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 她爱你 这就是感情 很深的感情 她看着这些人 看着世界上最美好的姑娘 可是 她到此为止 她的感情是这个 她一旦认识这个感情 她一旦认识这个感情 有一天姑娘不爱她 吵架了 姑娘不爱她 吵架了 姑娘不爱她 我才杀她 我不能占领她 我不允许别人占领她 你们说第二个感情 有什么感情 这是一种很尽端的感情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民族主义同样有缘分 民族主义就是我们爱民族 我们要用一个好的方式来保护她 发展她 如果我们用一个不好的方式 用一种切断的民族主义的感情来发展 来传承她 我们就成了外国的主义 我们就有可能成了一个外民族 所以我想讲的是 如果我们的民族主义 是建立在一个正常的感情基础上 我们就会有一个正常的民族的感情 民族主义的基础 如果我们的民族主义 是建立在一个极端的民族感情的基础上 我们就能出现一些坏的民族 这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些困难 所以说 我许说 我许说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骂秦始皇这些人 我现在没来看这些人 我现在没来看这些人 我说 我们一想到孟江宁或长城 我们就骂秦始皇 可是我们一到这里 我们一讲我们中华民族要不起 我说我们有万里长城 这万里长城 是孟江宁的先生把他们修起来的 所以我们骂秦始皇强暴 可是如果奥巴马总统到了中国 也要保长城 要去封关一下 他并成我们中华民族的教育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秦始皇到长城 是为了中华民族 他还不是为了侵略 他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受兄弟的侵害 这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民族 所以秦始皇 除了暴政的民族 他修作长城 保护自己 留下世界 七大文明之一 你说他是保护自己 还是外国的主义 我再举一个例子 也是大家 一个人 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 蒋介石现在 他领导的探战 今天中国大陆 谁不知道他领导的探战 更刚刚不给蒋介石了 更刚刚不给蒋介石了 蒋介石 确实 探战 费力抗击这本期 保护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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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 他而且还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保护谁呀 保护伟大的中华民族 所以他是卫国战争 所以毛泽东才说 你们要帮助蒋介石去抗日 就是帮助资产阶级的 这么好 是他的这首脊椎鲜级在美国的形象 那么我在想 二次大战在做世界上 发西斯大战 所有的探战发西斯的 这些民族国家 不都是好民族主义 因为发西斯要相灭其他的民族 这些民族要把自己保存下来 你说他错了吗 当然是好民族 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 这些民族 大家都知道 这里有个拉分的奖励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很遗憾 半月以后才能知道 整一国养治地 美国兵战 蓝百战争做了什么 蓝百战争维护了美国统治 美国统治才强大起来 蓝百战争解放了黑国 才从美国的民族制度得到了全国的领导 这不是为了伟大的 新生的美丽精的民族 还是为了什么呢 那不是好民族的奖励吗 那当然是好民族的奖励 所以我认为 好的民族主义 就是用正确的报道 保护自己 哪怕其身的共生 在其身 好的民族主义 就是传承你 我们曾经亡过国 某人亡了我们的宋室 满清亡了我们的人 我们两代积职分子在这两个朝代里面 一个开出一朵祺榜 原代的中国汉文化 扎去成为我们中国文学史上 最壮丽的国货 观看期间 这我额约发表辞了 五岸七十七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可是那个时候 某人在欺压我们了 要消灭汉文化了 整个晚期会 把我们中国压折下来 占于我们中国 屠杀我们人民在经关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 缺乏一个外国统治下的满清 变成了中国汉学一大成的朝代 为什么 保存汉文化就能保存我们的民族啊 要消灭对着民族 要消灭对着民族的文化 这是分终三千米的 所以我想 这都是考虑的一个总统 我想大家都知道 曾经安研究所说的一句话 不是很好吗 他说去说大陆贵乎中华 没有去说大陆贵乎中华 哪有其他肯定的 中华民国建立的四句话 前两句话就没有 可是大家说这话是哪来的呢 是朱元璋来的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名 原目的农民起义文秀 他和陈友良这些都是一样的 初心潮物 可是他为什么能成功 就是因为他的习习军 喊出了 驱除葫芦 恢复中华 我们的中山先生是感觉一复的驱除 哪有的恢复中华 十一年前 刚才是下午时了 在很多前面的关系下 在华强的进行 我们创办了黄老舟上 你们看现在黄老舟的 马上是我们在移动这个次的 这句话 前两句话就是 切除马力和回复中国 前两次我们是表面上被人征服了 第一人用武力网了我们的独 我们用我们的网通过了他的祖母 这一次正好相反 好像没有人来网我们的独 可是马力的思想牵制了我们中国人的灵魂 到今天为止 我们大陆的任何学者 协议的社会科学书都要说 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丝想牵制关键的指导下去 悲哀若悲哀 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变成了对马力的政典 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是马力生下的 苏武部门醒醒了 我真的不是那么反对 你该从马力这个错误的民主道路上 绝对不好的民族主义的行为上会不出 否则中华人将会因为准备 我讲的是正常的民族感情像 所产生的好生物 那么极端的民族感情像 就会产生坏的民族 什么叫坏的民族是民族自恋 我认为全世界全宇宙就是这个民族最大的 民族自身 一个民族发疯了 就像匹特勒时代的德国民族一样 就像日本大多民族一样 他们就发疯了 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所有的其他民族 必须沉处于他的旗下 必须射他的鲁鱼 爬脱 压迫 甚至是屠杀 大家想想 这能是一个好民族的心 那么我们具体感 历史特勒的 我们不是说 今天现在人研究了民族主义 人类才有民族主义 但是人类还没有讲究民族主义 这个词的时候 早就有民族和民族主义 在公元八世纪 大家都知道 伊斯兰教的开教的 国安目的 它是个人表现的 它有很多移植的后人纪念 可是它也有个很厉害 它天下在阿拉伯上打下 它八世纪中 正在巴尔德的打赫上 这一赫打赢之后 它把远远尊重犹在赫中的犹太教 忽然变成 消灭犹太教 消灭犹太教 它把犹太教的男人全部上 它把犹太教的小孩和父女去公开 这当然不是好 这当然不是好 七回 等于说 一九五 沙皇赫尔拜 二十 发出了一个号 我想大家都知道 十四军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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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口号是什么 就是打向中军 消灭邪恶中军 他要以欧洲的 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各个民族 大家联系 更容易消灭中军的各个民族 他们在1999年大日中军 他们在1999年大日中军 攻占加勒山一个人 晚上就杀了三十万鸡交团 他们把加勒山的大街 杀了游小道人的七肝 这些都是他们在自己的意思上 记录下的东西 一二八年 蒙古人牺牲 把中东的一个国家 用花辣子的磨叶国 把他的官员 用烧胎的黄金 就是变成义胎的黄金 去灌进这些国家的光源 和你们把人看 他们在每个人的地方 一天就杀了七十万 一二五八年 当蒙古人第二次牺牲的时候 他们在巴格达一天杀了 将所有的青春词 改变 因为整个人员 因为他的妻子是简教 简教仇恨的意思的那些 所以他就要去偷杀阿尔 这样的民主主义是好民主主义 而不是 那么进去的 是 英美业强 民主业强 专政业强 俄伯东人 他们对东亚的侵略 对东亚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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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跃夺 在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时代 他们进入西方人的 白人的民主主义 来欺负我们东方人的 我们亚洲人的 民主的自由 和我们民主的生产 这样的民主主义 好民主的民主 特别是 特别是恶魔 沙皇的 和前苏年的列比斯大众 他们从一八零三年开始 就沙皇亲自担任 一个什么工作 你们知道吗 贩卖哈斯克的侵略 到俄斯 到俄罗斯 以便 把俄国人的 洒遍中东 将以占领中东 大家要知道 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后 激活大成的故事 他把今天的重要地方人 哈斯克的侵略 其实就是 他现在是 从不满足的 不自并死的 以及更细别的一些 中央国人 在当时 全队被杀了 而战斗 他们在 1858年 就通过一个 所谓的 贪戒条约 就战斗我国 新疆的 四十多万平方公里 冲击 偷杀了 当时 新疆 这样的民主主义 才好民主 战斗管车的人 日本中国 也不是 中东的意思 那就是 我们要理解的是 这些国家 由于十字军忠贞十字 处杀中东各个民主的人民 造成了中东人民 对欧洲人的反感 再加上 十八九世纪 欧洲人就像 对我们中国满清王朝一样 去欺负中东各个国家人民 埃及 波斯 就可谓的伊朗 它才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造成了民主主义上升 而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宗教的世界 宗教和民主主义一结合 我看一眼 宗教不讲民主主义是个对的 因为民主主义是一个根 但是宗教要是拼命地鼓吹民主主义 因为民主主义是很可怕的 因为宗教的感情和信仰不是绝对的 是伟大 可是这个东西一旦跟民主主义相结合 那也很危险 必须正确处理和去 好的民主主义 不是极端正确的 最好的民主主义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融合 大家想想看 三五千年前 我们中国还是荷兰 华山下水发展的小圈 就是科普达因为它的文化 慢慢慢慢慢慢发展 把西从零下 东到东外 本至天心宝殿 拦着 竹岳 这样一块地方变成了一个华山 它是靠融合来的 融合就是靠什么 靠文化和国力 我们再想一想看 在两百多年前 美国建国的时候 美国该有多少民族 美国今天这么强大 就是因为世界各民族的一些人 都到了美国 然后组成了一个 森林文化 组成了一个 新的 强大 美化 又前途的 美地皆民族 前几天我看得多 看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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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注意到这些人口 是啥的吗 我们家住了 三条街 有五十一的民族 二十奖二十一种语言 可是大家 熙熙融融 和和乐乐的生物 这是什么 这就是民族融合 融合的民族 当然是好民族的族 我很开过一个玩笑 如果美国总统 威尔逊先生 不是给欧洲各民族 号召民族自学 而是号召美国 美国自学 你说我加了一块 就要欠有五十一种语言 那还有今天 这个民族的民族 但是 这就是我讲的 民族 它是以感情为基础 好的民族感情 残忍 好的民族感情 不好的民族感情 极端的民族感情 就是残忍 不好的民族感情 不好的民族感情 但我现在要讲的是 民族和一两个 词贴 相反的词贴 我刚才讲的就是民族的融合性 但是民族也有分一切 什么叫民族的融合性 我刚才讲过了 融合在一起 跟公共好的方法融合在一起 甚至要分体性 大家知道 几乎很容易 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太大了 它慢慢都能一回分出去 小兄弟要当公共 老大说 咱们分家吧 但是分家不得你对抗 分家不等于不承认祖宗 我这个人很反对台主 我也很不讨一些 主张台主的朋友喜欢 甚至他们也不讨论 但你们说我一句话 我说我反对台主 我的前提是 我把你看成我的 我希望你不要 我劝你不要 我不希望你回到中共那里去 我希望你回到中国 或者说你怎么自早就去回到中国 但如果你说 你非要把中华民主的祖宗牌炸掉 跟着外人一起来烧我们家 烧我的祖宗牌 那是什么问题 不行 他们也讨论 他们也讨论不一样 这就是民族的生理性 那为什么 有民族的分比心 它有些原因 我们的民族不一样 我这个民族和你的民族不一样 男士大夫的几个民族 互相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要自己建议俄压 所以他们想生理 而不想投资和国 这样宗教文化的原因 不同的宗教 希望大家不在一起 各自做投资 同一个宗教 尼斯兰教 还有十一班 还有逊宁一班 逊宁一班 逊宁一班 多少派人 都想建立一个自己所属于的方向 宗教的派人性 这也是民族分别的 这也是自己 大家想想看 德国现在投资 约南东德和西德 因为政治制度不一样 对这两个国家 今天的南韩和北韩 是政治制度不一样 对这一样的国家 一个民族分身两个国家 一个民族 等于变成了生死相会的国家 我在想说的是 宗教老师说一过两句 大陆的台湾 我开个玩笑 反省你要是想过好儿子 你往台湾走 你要不想过好儿子 或者不想过 在大陆跟中共在一起过好儿子 被大陆老百姓骂 被大陆老百姓反 那你别往大陆 但去过几次的关系 就是爱国 一共人还搅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真正制度的不同 可以造成一个不同的 我刚才讲的 不要人不独立了 不加人不独立了 台湾就出现了 要走出中国的这样一种 句话的要求 就是 彼此定义为一名 我们大陆的一些人士 居然一些年来 经常说一些话 叫西藏自古就不是中国 叫西藏自古就不是中国 那么这句话就是 台湾自古不是中国 新疆自古不是中国 蒙古 内蒙自古不是中国 为皇上 我想请问 纽约自古所以哪一国 我想请问 现在从俄罗斯自古所以哪一国 要不难道自古所以哪一国 自古从哪一天开始算不够 哪一天开始算是街 朋友们 国家是发展的概念 上帝没有为我们化红国家 国家是靠我们第一个民族 或者是几个民族 共同奋斗 共同建设 起来的家园 有的时候是共同奖 上帝没给我们分 今天越大陆 明天越想 今天就属于你 你这个意思是怎么 你怎么想西藏自古不属于中国的 1907年的皮特堡公园 英国合国公园 第二天 就明确说 西藏是属于中国的一国 我们绝不得对西藏这块组织 进行干涉 前大陆法院 1907年 皮特堡的 英国公园 当然 他是外国 讲话也不算话 但是他有个道理 并不是说西藏自古不属于中国 你是三千年前不属于我承认 但是我告诉你千万一多就是我 这种理由说的西藏的话 是非常没道理的 如果要成立这个理由 俄罗斯属于蒙古 蒙古 蒙古人统治俄罗斯247年 我讲的第三个大问题 我们明布了民族感情问题 民族主义是介入在好的民族感情 正常的民族感情上 也介入在一些极端的不正常的民族感情上 所以出现了双人 我现在还要讲 那就是 我们要在民族 那就是要进步人 不要道愧黑暗人 什么是进步呢 首先真的个好的就是进步 你一个人讲讲话 你当然也不好 什么叫进步呢 凡是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有利 对我们的民族解放有利 就是进步 凡是对我们的民族的发展有利 那就是进步 凡是对我们的民族 是民族胜负有利的民族的利益 那就是合作人 生中三军的三大标准 我告诉大家 全世界同佣 它是一个最好的人物 那么今天呢 在进去呢 什么叫进步的东西 那就是追求民族解放 民族解放 和民族幸福的民族主义 就是好民族主义 就是好民族主义 再次追求民族 今天追求中国的民族统一的 就是好民族 今天还要把倒退的 这个专制的统一的 专制的统一的 拯极 就是假民族 就是搞统战民族 就是搞煽情 就是搞煽情 我想这四个问题 中国共民族 和地区人家 共同民族为使 我可能切除到皇后会上给我的使命 这个使命是什么 我刚才看到 追求中国的民主统一 就是追求孙中山先生和形态正面的创建 中华民国的民主和统一 为什么 这是我细细道理 因为大家都看过三国瓶 三国瓶有一句话 叫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 我现在呢 有一个围别查的事情 他这句话从表面上看 是的 分了就喝了喝了也分了 但是大家可曾想到 中华事件的意思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意思 大家发现一种问题吗 喝是必然的 分手不可再喝的 不管是喝还是喝 分喝都是中国 没有 一个地区 一个民族 在中华民族已经形成 已经形成中国人这几千年几月 忽然冒成另外一个国号 国民国土 没有问题 也许我不是 但是我持续没有查阅到 不论中国是天下大乱的 还是中国非常和平 土地的吧 它都想对我 我曾经讲过一个 中国秘密与台湾前途的讲运 我就讲了 中华民族的国家概念 就是中国 传统的国家概念 也是中国 现在的国家概念 还是中国 发生的无忧不论 九二公神 对中国表明 都承认一个中国嘛 你中华人一共不就算是中国 但我信仰哪个中国 中华民国解释就叫中国了 中国正式叫中国 是一不久的中华民国在 正式对外在外交上 在法理上 变成了中国了 过去只是一个传统的国家概念 从纵约引起的 所以我觉得 要讲运行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要 第三步已经经营一番新务政 那就是 喝酒就是分酒以后 不是规定 喝是这样的 分是无奈 但分和都是根果 为什么 但是 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出现过 很多的进步 错 我告诉你什么 什么是进步 凡是福克尊重 那三民主义的 就是进步的 不论是用万元钱的 还是用万元口 只要福克我们的民族 度力和计划 明确的计划 和是有民生的发展性 都是进步的 英国有一个科技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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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正在进行论文向大家表达了一个思想相估的 可是我给人家一句话 他指出我们过着和实现的训练 我想对这个大中国 他握着说一句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是进步的原因造成了进步的动物 首先第一个 天后地里驱使的中国就像进步 我简单地说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有气风 这个气风就我们在那里 每年从飞飞的南海上面吹到中国上海的那一股一股的气血 也应该在那里拉回来 和从西白方面卷来一股寒冷的气流 冷热香蕉 如果香蕉的提早多 雨就下得多 所以会是有水散 如果香蕉的手错过了 中国就是汉 这样一个的状况造成了中国的两个灾战 一个水干平坊 一个黄河翻盘 我讲一个数字 从大汉潮开国元年到中华灵活创建的前一年 期间是2117年 在2117年当中 中国的水灾 官方记得 1620年次 中国的汉灾 1392次 几乎是平均一连半 就会发生一次水灾和汉灾 所以我们中国国家有一句话 就是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王朝的几个大神说的完全一样 说要治水先治国 要治国先治水 我想说 如果你不会治水的话 你就不可能治国 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传说里面 第一个治水者 就是共共和国人 最伟大的治水者 是大于三国家 那种游入 他大于治水时 造成黄河 我一千年没有犯罪 这可是有一时期的 请大家去考察 所以先治水 后治 第二 这也没有才能治水 如何才能治 没有何患 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这个国家太小 或者你这个地区是属于分裂 如果你现在从不处于战乱 你就不但吃过老鼠 他会制造水在浮河 比如说 春秋有句话 上国之水 进烟下国 就是 处在黄河之游 黄河上游的国家 他可以放水烟掉 处在黄河下游的国家 在春秋里面 雨雨 第二 有个例子 战独神的秦下百起 很了不起 他为秦始皇可以宣下的 他攻打楚国的一个城市 他就是 军旗放水淹掉这个城市 淹掉这个城市 几十万 大家都知道 三个眼影里面有个著名的故事 叫关于水淹漆 其实他仍然提到 可是我 做到五六十岁以后才发现这个关于也够呛 因为水淹漆 你用放水淹的气 你应该淹掉多少农雪村庄的人民呢 那如果你今天在黄河这个地方去决一次几天一次 明天在黄河的另一个之间 决一次决一次 在整个春秋 特别是战国时代 整个黄河 就会变得满目超乎 不断的反弹 所以 东汉初年之后 汉方武器人官三年 黄河第二次决起 第一次是周定王武器 春秋第一百二十年 鲁宣公庆 发生了第一次黄河决起改道 然后四百七十年以后 又发现第二次改道 黄河整个在中国历史上 两千一百一千七年当中 够改道人生 燕翁人群称化 去除无所谓 那怎样才能继续人生 如何才能做到 先治水后决公庆 如果治水有利云生 有利云民主的存在 那这样有治水呢 就是进度的 如果为了治水 而让国家统一 这个国家不仅是进度的统一 还是倒退的统一 不过是国家三民主义 那所以 大家想一想 如何治水 大家想一想 如何治水 孟子 曾经跟梁徽王社里面说 他说 何曾凶 这里 其民地和西 为什么 他国家大 有用 这有干特? 可以用来